哈喽大家好,最近被受瞩目的电视剧《亲爱的自己》 现代预告片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是不是也就预示着这部剧即将要播出了呢 说起这部剧真的是太令人期待了 原因就是这部剧的制作班底 竟然是由那年花开月正元制作 而导演也是非常优秀的丁黑导演 另外这部剧的主演团队也让人惊喜 由朱一龙跟刘诗诗领衔主演 甚至还有坎青子、彭冠英以及李泽峰等人加入 这样看来的话这部剧真的是太强大了 都是帅哥美女配一脸呢 而且这部剧在拍摄的时候 也流传出很多有关这部剧的路透图 光是刘诗诗跟朱一龙的路透图 就已经让很多观众粉丝大呼等不及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预告也是相当的精彩 主要采用的是实景与手绘穿插的手法 即表达出这部剧所塑造的现实生活 另外也传递出浪漫主义的情怀 而且预告也通过对每位角色的自我追问 从而展现了当下年轻人们的生活状态 其中预告片里最多出现的画面 应该就是朱一龙饰演的都市青年陈一鸣 从陈一鸣的身上也反映出当代年轻人们 在经历生活的磨练之后 对事业以及爱情有着怎样的看法 从而也期待这一次朱一龙的表现 看他是如何给我们呈现这样一个角色 另外在预告里 朱一龙也向我们展示了精湛的演技 当他递出文件的时候 被对方故意打翻在地 还有朱一龙心情定落 独自坐在场椅上惆怅 以及眼中饱含泪水的画面 简简单单的几个镜头 足以表达出当下的年轻人 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大城市 所经历的事业上的磨难 以及爱情上的艰难程度 另外我们也看出朱一龙的精湛演技 从他的一次回眸 以及低落的心情 还有流泪 等众多小细节当中就可以看出 他对这个角色的把控以及理解 面对事业所表现出迷茫跟困惑 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所表现的痴恋跟不舍 朱一龙用他精湛的演技 从而引发了屏幕前观众的共鸣 不得不说朱一龙真的是一位 非常优秀的演员 同样刘诗诗也带给大家精彩的表现 在预告里朱一龙跟刘诗诗的表现 可以说是转足了观众的眼泪 特别是朱一龙极具感染力的哭戏 以及这么多年刘诗诗对感情戏的严谨把控 都在这部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对于刘诗诗来说 这部剧也是非常的重要 毕竟这么多年刘诗诗显有作品出现 时隔多年再次复出的他 是否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呢 如今这部剧已经放出先导预告了 相信很快就会跟我们见面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